专案组的调查方向指向提供和庆子 严锐和吴强碰完头之后 吴强紧急召集大案队部署工作 在全市分成六个小组 要求办案人员调动一切关系 在全市展开重点排场 冰姐 坐吧 喝点什么 我不喝了 打听清楚了吗 那个人叫朱武 就在我们兵区石器床 而且还是我的病号 不过现在有警察看着 他伤势怎么样 断了五根肋骨 不过现在已经用钢丁给接上了 冰姐 你能不能帮我给皮公带个画 我想见见他 你想见他 怎么不自己跟他说呢 我给他打电话了 他说现在不方便 确实 皮公现在真的不方便出面 可是 我 你 你怎么了 有什么话我可以帮你转给他 我可能怀孕了 我想听听皮公的意见 你打电话没有跟他说吗 这样吧 我帮你给他带个画 让他跟你联系 谢谢冰姐 老爷 老爷 看你这垂头丧气的 什么都没查到吧 少给我废话 你这怎么样啊 跟你一样 不过弟兄们都还在查 头儿 你说皮公这俩小子 会不会是外地的 那个黑子不是交代说 他是本地口音吗 黑子也不是本地人呀 他万一听差了呢 东东说得有点道理 老颜 万一这俩小子不是本地的 那咱们可全是瞎忙活 你的意思 咱们扩大查找范围 对 把范围扩大到全省 我就不信救不出这俩小子 你说得对 那这个事啊得洪组长出面 让他到省庭资料库里查一查 好 就按你说的办 黑子身上有钢钉 看守所不会收的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打算 一定要做掉它 好 这件事情我去办 你和飞龙一起去 老板 做掉个黑子 不需要我们两个人了 这件事不能硬来 要动动脑子 那行 明天一早我就去省庭把这事给办了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你跟我一起去 不用 明天我想去夏明家看看她的父母 那好 我让淼淼给你带路 她知道夏明家在哪儿 冰姐 你跟老板说说吧 我跟庆子 去把这事给办了 怎么 你不相信我 那倒不是 我就是想着 自己的事情 自己解决 屁股 老板说了 你是他最好的兄弟 你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 大家又在一口锅里吃饭 谁去办不是办呢 冰姐说得对 那我先谢谢冰姐了 对了 赵慧怀孕了 想见见你 怀孕了 这个事情 还是等我把黑子干掉之后 你再去见她 我知道 对了 洛言 我先去厅里 让淼淼带你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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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去治愿 延 多言 不是你 快去 快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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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宁 我来看你 你不会怪我跟洪姐 回来参加你的试图会吧 我跟洪姐发过试图 一定会破了这个案子 给你一个交代 夏宁 我刚才已经看过了 这里的环境挺好的 花啊 草啊 都挺美 空气也清晰 还有这么多人 陪着你 你应该 不会寂寞 你就在这儿 好好地休息 好好地休息 我永远都记得 我的亲人 躺在这里 我跟洪姐 每年 每年都会来看 我说淼淼 你会不会聊天啊 严大胆 咱们头怎么可能跟他合作啊 一介莽夫 到时候不给咱们惹事才怪啊 哎 夏宁 就你会聊天是不是 就你会 你们俩都闭嘴 给你们一个任务啊 明天出发之前 把近代词记的资料给我弄全了 白头 咱这不是道歉案吗 你要他干吗呀 洪姐就是追根跑底 卷服的办案模式 你懂不懂我去 啥是卷服啊 你连卷服都不知道啊 大爆炸 我说你们俩 除了斗嘴 就没点正事了是吧 我说你不听我 你不听我说你 заб了 好可爱 你不听我 我说的 我说你真没想到 得瞎未来 如果我再向你 我堵人 我恋不停 音乐 音乐 怎么了 灯姐 车的打铁 我下去看看 我在答案库里查阅了全省犯罪检任的资料 只有这两个人样貌特征最符合模拟画像 这个叫鱼鳞的 和画像上的皮膚确实很像 只不过他家是平溪的 那可是咱们全省最偏远的县级市了 是啊 还有一个叫张斌的 是江水广城区的 好了 没事了 咱可以走了 走吧 咱们不要 fest 您好 有事吗 张医生要给病人做个检查 好好 请 您好 有事吗 张医生要给病人做个检查 好好 请 не 您找到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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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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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李小 檢查完了 檢查完了 没什么事 让他好好休息吧 喂 什么 你怎么搞的 我马上就到 吴队 你是怎么看的 到底怎么回事 我 吴队长 我刚才对死者做了检查 他很有可能是被注射了含有剧毒的药物才知名的 你们科室有姓张的医生吗 没有 今晚是我的吧 值班护士叫李红 老雁 老雁 我刚才检查了一下 黑子好像是中毒死的 对 我刚才问过医生了 他说很有可能 是被注射了剧毒药物 才致命的 老雁 我看要通知法医 来做鉴定 找出他的真正死亡原因 行 老雁 这样 让局里面派法医马上过来 还有呢 这件事情 让医院不要生章 好 公主长 那咱们俩就查一下医院的监控 淼淼 看着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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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吴队 颜队 今天这事我也有责任 是我派小刘去值班的 她第一次去 可能不收习医院的情况 这才让那医生和护士 钻了空子 先别说责任的事了 坐下来 黑子的死很明显 是犯罪嫌疑人的精心策划 他们明知道有警察在守着 还敢来冒这个险 这就足以说明 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杀人灭口 黑子落网后 只是交代了皮公 和他的同伙这两个人 凶手会不会是 寿命于皮公来杀黑子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皮公只是一个马仔 他背后一定有着一个 极其严密的组织 那他们就是为了保护皮公 黑子死了以后 就变得死无罪证 就算我们抓住了皮公 你别人指正他呀 你说对了 这才是他们 真正的目的 朱武在医院 被犯罪嫌疑人注射剧毒药物致死 大案队刑警刘强 受到了计大过处分 而朱武被灭口之后 暗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朱武在农口ゾ 死了 来 仆归 呗 来 不 来 车子 ine 冰冰 昨天晚上的事情干得漂亮 我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 什么礼物 好漂亮的绿翡翠 算得上是顶级了 好 所谓翠色之美 美就美在它能焕发生命 无限的激情 这枚戒指配你最合适 老板过奖了 你要告诉皮公 黑子虽然死了 但还是要小心行事 我估计警察也没消停 静不安其变 我知道 好 好 淼淼 淼淼 发什么呆呢 洪姐 我一直在想 在医院出现的 那个女护士 她虽然戴着口罩 但是她那双眼睛 很熟悉 好像在哪儿见过 你还别说 我也是这么觉着 洪立长 请进 孙副馆长 您再谈事 要不我们先等会儿 没关系 这是出版社的通知 是找我约稿的 孙副馆长 你们有事先聊 我这边也有消息 马上通知您 好 谢谢您 再见 孙副馆长 再见 洪队长 请坐吧 洪姐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 苗苗苗 那天我们去孙药菲的办公室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女的 记得 孙药菲说是找她约稿的 你觉不觉得她的眼睛 和那个护士很像啊 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时我在社区队的时候 我起起跳来 叹叹叹叹叹 不吹不行啊 是 洪姐 我想起来了 我和夏明在医院的走廊里 见过这个女人 她当时拿着一束花 就是我们在孙药菲 办公室里 见过的这个女人 你是说 在孙药菲病房的走廊上 你见过她 对 当时我和夏明在换班 就那么一瞬间 没在意啊 走 赶紧去医院 去医院了吧 找孙药菲去 走 老吴 法医检订报告已经出来了 朱吴死于青花甲中毒 这样 老吴 这样 老吴 你呢 把医院那个医生和护士的 模拟花像给出了 然后下发到各派出所去协查 还有啊 你亲自去趟江水 查那个叫张冰的 我和东东呢 去平溪查那个鱼鳞 行 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 有情况我们随时电话联系 好 那我先走了啊 老吴 队 还行吗 没事儿 你慢慢走 孙副馆长 你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我知道你的气还没有消 我们这次来啊 一是来看看你 二是想来跟你说说孙希的事 如果你要是觉得 我们打搅你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走 洪队长 事情都过去了 我也不想再提他了 你刚才说孙希的事 他怎么了 孙希被人绑架 我们牺牲了一名同志 才把他救过来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好几天了 那时候你在昏迷 是孙希的父亲报的案 这事他没有跟你说吗 没有 我昏迷的时候 我女儿说 她来看过我 我清醒以后 再没见过她 这个是你女儿啊 我女儿 孙霞 是 公队长 别老站着 坐下说话吧 不用了 公队长 刚才你说我侄子孙希 她现在怎么样了 孙希现在在拘留所 她打伤我们专案组的 一名同志 她打警察 她 孙霞管长 孙希为什么打检查 只有她心里明白 也许 还有别的人也清楚 对了 我们这次来呢 也是想请你帮我们 回忆一件事 什么事 那天我们去你办公室 遇到一个女的 她说来向你约稿的 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她叫什么名字 是哪个单位的 好像叫张婷婷 是个副主编 单位是天涯出版社 我 老胡 老胡 老闻 老闻 我这儿正给你打电话 你就来了 怎么着 是不是有好消息 你把嫌疑人的资料 发给我 我就跑了趟渔村 这次恐怕让你白跑了 你这话啥意思 这个渔林 的确跟携杂通报上那个人 长得很像 而且有抢劫犯罪的前科 不过 上一个月因为酒驾 出车祸死了 死了 不 老胡 你朋友搞错了吧 我亲自去的哪能搞错 这不怕你们白跑 就赶紧打电话给你 渔林 洪姐 查到了吗 别说是副主编了 整个出版社 就没有张婷婷这个人 那看来这个女的 就应该是重大嫌疑人 回专案组 哪能不能跟她 不还好 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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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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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慢 慢 慢 大娘 家里有人吗 大娘 小白 大娘 是你呀 你身体还好吗 还行吧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丰州公安局大案队的吴队长 他们来找你了解点情况 丰州公安局的 嗯 是不是我家毕命出事了 大娘 没出啥事 我们就是想找您打听点事 啥事啊 小张 把画像给大娘看看 这不就是我儿子吗 他到底怎么了 大娘 您能肯定画像上的人就是你儿子吗 我儿子我能不认识吗 这画像上虽说不怎么像 可是你看看 你看看这额头 这眼睛 还有这鼻子 这不就是我儿子吗 大娘 那张冰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他去丰州打工了 在丰州什么地方打工 我也不知道 他没跟我说呀 那您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吗 不知道 我们家没电话呀 大娘 有多久没见过儿子了 是吗 一年多了 还是去年春节他回来的时候 给我买了买东西 留了点钱 就走了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我都没他的消息 好 大娘 你别着急 我们也在找张冰 等有了他的消息 我们让小白 马上来通知您 好 好 谢谢了 谢谢 洪姐 这个女人 先是假冒出版社的副总编辑 去接紧孙小菲 之后孙小菲住院 她又出现在医院里 昨晚 伙同他人冒充医护人员 用轻化钾 毒死了朱武 她可真够能变的呀 这是团伙作案 他们在作案前 经过了深思熟虑 而不是盲目地下手 现在我们虽然知道了这个女人 但是要把她揪出来 我看没那么容易 好 工部长 回来了 平行那边查了怎么样 那个叫余林的 是彻底排除嫌疑了 这么快 上个月退嫁呀 出车祸创死了 这么说 平工应该确定没有犯罪贤科了 我这边倒是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重要线索 赶索收拾 昨天晚上在医院冒充护士的那个女人 我和温淼淼在虽药费的办公室见过她 你们见过她 你都不肯定了 应该说她 那那个男人 结婚的有个岁 一个人的脑袋 还是一个女人的脑袋 还准备着 佳琪养着好得快 那明天让大夫查房的时候 我问问 如果您一声同意了 我就给您办出院手续 这瞎头 就知道听大夫的 我爸的话倒不听啊 好好好 我听我听 爸 您可不能生气啊 大夫说您这病不能生气的 爸没生气 对了 我出院了 你就赶快回到学校 这课不能耽误太多了 知道了 好 你 皮公 到底出啥事了 没啥事啊 没啥事 你让我来找我的那个兵姐 我刚告诉她猪五的事 当天晚上猪五就被人堵死了 医院还来了好多警察 晓慧 现在事关重大 如果真有警察问起你什么 你就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明白吗 我明白 皮公 你就不能给我说说吗 晓慧 我不告诉你 肯定有我的道理 有时候 不知道 反而被知道了好 你应该懂我的意思 你怀孕了 好 几个月了 两个多月 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想要这个孩子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专交 stag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看 411碎尸案中这个涉案女人 与昨天晚上医院监控里拍到的那个女人 像不像 吴队 这一比较 体型还真有点像啊 对 洪组长和淼淼 在孙耀飞办公室 和医院里见到的女人 和昨天晚上 医院监控里出现的女人 十分相似 而这个女人的体貌特征 又与江水清洁女工 所描述的女人 非常相像 这说明 极有可能是同一个女人作案 遂师爱 文物盗窃爱 孙锡绑架案 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重点 全部针对的是 古玩鉴定专家 这就说明了 他们很可能是 同一伙人作案 我认同洪组长的判断 从遂师案到毒死诸武案 守法如出一辙 都是经过精心策划 才实施的 这绝不是一般的凶杀案件 皮公和那个女人 应该都是棋子 她们的幕后 一定有大人物在操控 这个大人物 会不会就是鱼老虎 要真是鱼老虎的话 那咱们就可以并案侦查了 还有 过去江水调查了这个张冰 她的母亲看了模拟画像 一眼就认出了她 目前这个张冰 极有可能就藏身在封州